大家好我是 Ray Mark 今天我們會看幾款 Logitech 電腦相關的周邊設備 這次是一個特約合作影片 但我都很順理成章 將這幾個產品變成我每日常用的電腦設備配備 我構思到不如做一個 What's on my Desk My Setup Tour 的影片 一路看到這幾款 Logitech 新的周邊配備 亦可以看到我平時用來剪片或上網的設備是怎樣 近幾年其實我已經比較少用桌上電腦 主要都用Laptop 為主 但有時候如果我想用大螢幕去剪片或看上網的時候 都會駁在電視或其他螢幕上有大螢幕的應用 在這個情況下我剛剛新增加了 就會將我的M2 MacBook Air 在Tank 主要電腦 就會用USB-C to HDMI 線 駁在75吋的電視上 然後電視都會駁在Soundbar 上 它本身已經有一個完整的影音設置 而再加上今天我現在的一個 MX Mechanical Mini for Mac 的無線鍵盤 再加上這隻MX Master 3s 無線滑鼠 我平時工作或是看影片都會這樣 無線把滑鼠和鍵盤操作我的電腦 而電腦的畫面就放在電視上顯示 而今天還有兩個產品 就是這隻無線頭戴式的耳機 還有這個網絡 假設整套產品加起來 就是一個完整的辦公室設計 或是家庭辦公室設計 而在這次整個設計裡面 我們先看這隻螢幕 有留意 Logitech 高階滑鼠的用家 應該都對今次MASTER 3s 滑鼠的外觀設計 以及整個 Ergonomics 的人體工學設計上 都不會陌生 它也是有很誇張的流線型 以及弧面的設計 拿上手的時候 它可以完全緊握在我的手心裡面 以及在手指弓這個位置 有一個很好的承托 整隻手可以不用用任何力 完全貼伏在這隻手機上 而新版有什麼新東西呢 我發現最主要是靜了很多 按下去是完全沒有按鈕的聲音 我現在就把 3s 和 3 按鈕給大家聽 舊款 Master 3 是這樣的 新款 3s 的按鍵是這樣的 它是很靜很靜的 另外一個在這隻手機上 我認為最特別和先進的地方 是這隻 Max Speed 的電池滾輪 一般的手機會一格一格 它是透過 mechanical 的形式 去達到 resistance 左隔的段落感 但這隻手機的電池滾輪 是透過 electromagnetic 的原理 造成段落感 除了這個有段落感之外 在上面這顆按鈕 按下去就會變成 無斷式 順滑 亦會更快速的 scrolling 至於其他的按鍵 layout 以及整隻 mouse 的 ergonomics 的人體工學設計 基本上和 MX Master 3 是沒有什麼大分別 一樣在這隻滑鼠上有七個自己可以設定的按鍵 包括我現在把手指向下按鈕 這顆按鈕 設定了一鍵的 mute 和 unmute 的按鈕 還有兩個拇指側按鍵 我現在選了 forward 和 back 的按鈕 我的用途可以上網時用這個按鈕 所以一鍵 動都不用動 就可以向前和後在網頁之間跳 還有特別要說的是 Horizontal Scroll 和 Middle Button 這兩個 這兩個滾輪 預設母子側滾輪 其實可以在整個 Timeline 左右 不用怎麼動手 只用手指弓就可以用這顆滾輪左右動 還有中間滾輪 亦都可以不用任何我自己後期的設定 原生已經適應不到這支APP 就可以在 Timeline 上向下向上去scroll 而另外這兩個滾輪的速度和方向 都可以自己去APP 設定 還有 pointer speed 即是浮標的速度都可以選擇 我現在 Extend Sensor Range 到 8K DPI 就有去到 8K DPI 最高 去到 8K DPI 其實真的很快 亦都適合一些高解像度的螢幕 好像 8K 電視或 8K 電腦螢幕 這樣就可以有一個很快的浮標 而且值得一說這次浮標 其實在透明的表面上 玻璃、透明的電腦桌或茶碟 其實它都可以很準確地去檢測到 Trapecer 透明表面都沒有問題 最後就是 Easy Switch 的功能 可以分別連開三個設備 而至於電池續航力上官方的數字 就是充一次電可以用到 70 天 而一分鐘的快速充電可以用到 3 小時 而且就算充電都可以用 USB-C 充電 很容易找到插口 好 接著我們就看鍵盤 它這個設計和 mechanism 有兩個版本 分別有一個完整大小的 MX Mechanical 還有 Number Pad 我這款是沒有 Number Pad 是 Mini 版本 比較小 它整個造工 Finishing 上面也是精緻的 以及紮實 基本上整個面板摸到的位置 它用了磨砂金屬鋁合金的用料 它當然會有鍵盤背光 Backlight 的設計 而至於鍵盤用到啡軸一個短軸的設計 鍵程感覺是深而實一點 亦都很柔軸的 它不會一按到某個臨界點之後 會很快很鬆地落到底 我平時自己做字幕的時候 我剛剛都大力一點和快一點 一按到底 但我真的想細聲的時候 其實我是可以細小力按 它的短絡感和鍵程感覺都還在 但又很安靜 這次的 MX Mechanical 系列一樣有 Windows 和 Mac 版本 我手上的是 Mac 版本 但它其實都可以 Easy Switch 連到三個裝置 鍵盤和剛才的麵盤一樣都可以在 Logitech Option Plus 這個軸體內 就可以自己個人設定 我首先看到有幾個功能鍵 其實是可以自己個人設定的 這個鍵盤 shortcut 其實除了原生預設 雖然它有一個 icon print 了在上面 但其實我亦都可以除了原生這個指令 選擇其他的 actions 都可以 甚至我可以做任意的 combination 的捷徑功能 就像我現在按 command B 捷徑功能鍵一樣 所有這些多功能鍵 雖然它們全部都有自己的 icon 在上面 有預設的功能 但如果你真的想 其實是可以用你自訂的 actions 或者鍵盤的快捷 combo 鍵 最後在電上 官方的數字就一次充電 在開了背光的情況下就用到 15 天 而關了背光是用到 10 個月 一樣它的電池續航力都是一些官方的數據 但我實際應用上 它真的很耐用 可能我的 workload 是相對比較少的 要用到鍵盤的時間 但要充電 它一樣都有 USB-C 的快叉 好 接著我們就看這隻 Brio 500 的 webcam 它似乎就是一隻 webcam 很簡單 但我自己看到發現到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可以掀起和關上的鏡頭蓋 就可以在這個 webcam 的旁邊有一個圓形的扭掣 對比普通的 webcam 我都很放心 看到我現在放在廳的應用 我不用的時候就關上了蓋 就肯定不會拍到我自己 所以我就很放心 我現在放在電視上 再接駁電腦 電線是夠長的 還有一個夾 因為這部電視相對 相對比起一塊小小的電腦屏幕 一定都會厚一點 但它也會夾到上去 另外這隻 webcam 本身的解像度是 1080p 而它是有兩隻波速性的收音咪 而這隻 webcam 其實它的軟件都很多功能 可以再配合 Logitech 和 Logitune 的軟件 主介面這裡看到 Field of View 有視野角度的調校 包括由 90 度、 78 度、 65 度 然後在視野角度之後 其實都可以在上下左右調整Framing 還有在下面這裡有Digital Zoom 我可以再 zoom in 多一點 好像我現在的距離跟鏡頭很遠 我都可以這樣 zoom in 就有一個很固定了和 cropped in 了我心目中想要的Framing 但其實除了這些手動的調校之外 它有一個類似iPad 或 Macbook 上的 Center Stage 功能 在這裡叫做 Right Sight 4 功能 開啟了 其實它就會自動追樣 追著我的人樣 它就自動會 cropped in 有一個很Smooth 的 Panning 而它的 zoom in 的距離和速度都是可以自己調校的 我坐下的時候 它就會把我的人樣 crop 回到一個很合理的比例和畫面 我的樣子還是很清晰的 我站高的時候 現在的樣子出了一個 Frame 但它很快會調校到來 除了 Framing 之外 其實它還有 Right Light 4 的自動光源校正 就像我現在這樣 剛剛有側光和打燈 亮度就算是良好 但這個功能其實是可以在 Image Adjustments 裡面 再可以調校 Auto Focus, Auto Exposure HDR 的效果 還有畫面的光亮度、對比度、飽和度 還有 Sharpness 這樣 就將一些不太太光源充足的環境 都會有一個比較光亮 還有膚色會比較漂亮的畫面 接著還有 Show Mode 大家看到畫面 我一調校到下來的時候 其實它會把上下的水平剛剛反轉 還有畫面有較正的 它會有一個水平對稱的 Top Down Shot 我亦都可以再去 Zoom In Zoom Out 我現在的鍵盤這個位置就剛剛好 在畫面的中間 我可以展示一下現在我想說的物件 像我現在想看看我的電話 它有 Auto Focus 這個 Webcam 本身有咪 但我這個應用是聽 距離會比較遠 或者我動的位置會比較大 其實它亦都可以配合 這隻 Logitech 的 Vibe 100 的無線耳機 這隻耳機就是一個設備完美了 因為這隻耳機 它有一個可以伸出來的咪 亦都可以收起來 在設計上面 它一樣都是一隻藍牙的無線耳機 物料上面它很輕的 只有156g 最主要是整個 frame 以及整個 ear cup 的位置 整隻耳機都是以塑膠 還有一個 Fabric 布料的用料為主 而在 ear cup 裡面 Ear Foam 這個位置 它一樣用布料的表面 而裡面是一個都厚的記憶面 而整體整個耳機真的很輕身 而我覺得它除了做事之外 亦都可以用來多媒體 或者帶出街的應用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這次這個收音咪 它可以用的時候拉下來 不用的時候轉上去 然後隱藏得都不錯 對 現在我直接把收音咪的棍子拉下來 我便可以再近一點 然後我現在有些背景音樂 我藍牙連在手機上 便可以用 Voice Memo 去模擬平時的通話效果 我都留意到 原來現在在說電話的時候 它有一個通透模式 會收起街徑聲 而且聽到我自己說話的聲音 沒有一個聽診 或者耳聞罩的感覺 可以有一個通透的感覺 而且那個通話效果 都會比起普通無線耳機 頭戴式 因為距離會比較遠 和麥克風 這個有一個棍子 就很清晰 可能帶出街做Zoom 做Video Conference 都會適合用 它的收音效果是相當好 或者聽歌都OK 而講到聽歌 今次這隻耳機的音質 亦都給了我一點驚喜 因為它有一個40mm的動圈單元 而它的調音感的確 因為它是一隻主打通話 和雙無用的耳機 都是偏向傾重中高音為主 但它本身是40mm的動圈單元 其實都聽到不錯的低音 它是一隻音質都不錯的頭戴式耳機 當然這隻耳機不是主打聽歌 或者發燒音響的耳機 它亦都不支援ANC主動降噪 不過它的Equalizer EQ 亦都可以在Logitune這款軟件內 調校均衡器 而最後電池續航力上 這隻無線耳機一次充電 可以支援20小時的聽歌時間 而通話都有18小時 而它用USB-C的充電 都很普及和有快充的功能 這個就是我平時用來剪片做事 或者看影片 娛樂的設置 而這個設置亦都是因為 Logitech 新款幾個無線的 按鈕和鍵盤的應用 所以就把這個設置實踐到 和完成了出來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對這幾個產品有興趣 歡迎到下面影片描述位置的連結可以參考 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有最新影片第一時間就可以看到 下次再見